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为了让搭公车的民众可以更便利 30号上午11月林疫情就举办了965公车增展的会刊 并且决定在明登路以及一坑路口这边 需要增设一处下车的站点 另外公车路线延伸到瓜山以及石山的路线 业者也表示碍于法令最快明年3月 就可以提路线申请 也请当地的民众耐心等待 965公车往返板桥到瑞芳真的好方便 不过因为在瑞芳明登路以及一坑地区居住的民众 必须搭到分局旁才能下车往回走 真的很不方便 农传理长率表示 从分局走回来至少要15分钟的时间 因此向一元林一齐陈勤 希望可以协调业者增设地方的下车站点 一元林一齐也表示 在今天的会刊中已经获得台北客运的同意 会在一坑路口这边增设下车站点 今天这个是台北客运要从板桥到金瓜石 多设一个下车点 以前从板桥回来瑞芳之后 这里农园工没有一个下车点 现在由民众反应向一元来争取的时候 今天确定说这里多一个从板桥回来的下车点 初步我们决议在农园工的部分 那也要求台北客运在安全的考量之下 能够方便在让旅客在明灯路山段 以及一坑路农员工这个地方 让旅客来下车 另外针对民众关心的965公车路线 延伸到瓜山国小以及13社区的路线 林一齐表示因为法令规定 新路线要等半年后才能申请延伸路线 而965到黄泊馆的路线还没到时间 最快也要等到明年2月底才符合申请的资格 半年之后六个月之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那我们今天会看 那初步上台北客运也同意配合 我们在这边感谢台北客运 那将在3月份提出申请 林一齐表示 瓜山国小以及13社区路线 是地方期盼的交通路线 这部分他已经与台北客运达成共识 只要半年的时间一到 业者就会立刻进行申请的动作 期望让地方民众可以早日享受到 大众运输工具的便利 江峰强瑞方长报道 再次请台北客运输工具的请求 台北客运输工具的研究